顺志真的出家了吗 他居然很早就有了出家的念头 顺志出家的这个念头呢 是来自于佛教对他的影响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念头越来越强烈 朕贵为天子 对红尘已经不再眷恋 顺志最开始接触佛教 是在他开始办理政务的时候 因为顺志是在六岁坐上的皇位 让一个六岁的小孩管理国家大事 属是有点不太现实 当时的国家的政务 都是由顺志的叔叔多尔滚管理的 多尔滚呢很是兢兢业业 不仅管着朝中大事 还一直教着顺志 如何做好当皇帝的工作 在顺志十二岁的时候 开始着手办理朝中事务 也就是在顺志十三岁的时候 他就认识了有生以来 第一位十分敬佩的人 对方啊是一位缠山的高僧 当时顺志正在山下打猎 听臣子们说 山上有一位别山法师 已经在山上隐居了九年 顺志听后那是相当的佩服 然后就上山看望高僧 高僧也是非常的懂礼貌 是一个很专业的和尚 他的一言一行 很是吸引顺志皇帝 于是他决定 把高僧招进皇宫 专门腾出地方 让高僧修行 等对方来到皇宫之后 礼貌性的逛了逛阔起的院子 然后就拒绝了顺志 回到了井中山 顺志就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原来这世上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重家人 并且他非常羡慕高僧 不被世俗所烦恼的生活状态 只不过没能留下高僧 属实可惜 从那以后的顺志 对佛教非常感兴趣 他不断地召集各地的佛教高僧进皇宫 向这些人学习佛教的知识 经常在皇宫里打坐修行 但是不管怎么打坐 朝廷的事情永远都是很多 自己永远都静不下心来 永远体会不到高僧们的世外生活 于是他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出家 其实顺志出家的这个想法 并不是一时兴起产生的 而是种种方面都有的 比方说朝廷方面 顺志参与朝廷事务的时候 只有十几岁 一个成年人都承受不了的压力 十几岁的孩子 当然更是感到无力 并且还要区分奸臣和忠臣 还要处理大臣们的关系 就别说他 我听着都觉得好难哪 还有后宫方面 顺志先是娶了叔父家族的女人 但对方是个傲娇蛮横的主 不但脾气不好 还特别能作 我自己的事情 我凭什么要跟别人商量 凭什么 顺志忍无可忍 最终废了对方 这第二任皇后 虽然脾气好了点 但是气质跟顺志很不搭 还没有一点才能 还有自己的家庭方面 老爸走得早 把这么一大摊子的事 留给了自己 然后自己又年少无知 他的叔叔多儿滚 也不是什么好人 利用权力 偷偷给自己脸了很多财 要不是他早早去世 估计整个国家就是多儿滚的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顺志出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说白了 就是压力大给憋的 热衷佛教纯属就是为了解压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断了顺志对世俗的最后一丝牵挂 那就是董厄飞的突然离世 为什么说 董厄飞是顺志出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董厄飞是顺志最爱的飞子 他也是顺志心中最大的牵挂 这个董厄飞究竟多有魅力 能让顺志如此神魂颠倒 董厄飞是一位传奇皇后 不能说她长得有多美吧 但她的长相都长在顺志的审美上 在董厄飞之前 顺志有过两任皇后 但那些都不是爱情 顺志那是一点都不喜欢 要知道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生活 肯定是一种煎熬 直到顺志十三年的时候 顺志竟然爱上了自己的弟媳 他给母后行礼请安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位年轻女子 顺志一眼就心动了起来 两眼看得那叫一个直 董厄飞回看了顺志一眼 直接把皇上垫得浑身酥麻 但是光心动也不好使 人家早已婚配给了自己的弟弟 并且两人也是刚刚结婚 可把顺志急坏了 但是爱情要来的时候 挡也挡不住 没过多久 短命的弟弟 没能享受如此绝色的女子 顺志的机会来了 在弟弟去世后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顺志就把董厄飞拉进了皇宫里 封为贤飞 随后仅一个月的时间 董厄飞就升折成了皇贵飞 如此快的晋升速度 在历史上可是很难见到的 由此可见顺志对董厄飞的感情是很深的 为什么董厄飞能如此让顺志着迷呢 首先就是因为董厄飞十分的孝顺 让顺志的妈妈非常喜欢 还有顺志上朝回来的时候 董厄飞都会献献殷勤 并且还很娇羞 有礼貌 而且他能读懂顺志的内心 皇帝的一个眼神 董厄飞就能知道顺帝的心情如何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 公斗按说应该是每一位妃子的必修课 但是董厄飞非但不喜欢勾心斗角 他还常常为顺志提出治理上的建议 能有这样完美的妻子顺志怎能不爱他 但是呢 董厄飞天生身体就很虚弱 后来自己的孩子也不幸夭折 从此董厄飞就再也没下过床了 顺志也非常伤心 经常陪伴在董厄飞左右 开导他不要太伤心 然而在顺志十七年的时候 董厄飞还是离开了人世 顺志在爱飞死后 内心的防线彻底崩溃 或许对于顺志来说 此时出家才是最好的选择 并且听民间传言 顺志就是在董厄飞离世后的第六个月的时候 从朝廷里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这就不得不让人相信 顺志因为董厄飞的去世而顿入空门 皇上 嫉妒了 然而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在几百年后 皇宫里的史书记载流传进了民间 这件事的真相才算是越来越清楚 康熙曾多次上山寻找顺志 这件事是真的吗 康熙确实是去过五台山寻找老爹的物品 遇到了一位气度不凡 并且口音极其熟悉的人 当时康熙见到僧人后 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 因为他也是年幼灯上的皇位 老爸长什么样也忘得差不多了 于是他就问了僧人叫什么 对方看了康熙一眼 回了一句 出家人 没有姓名 康熙一听 好熟悉啊 难道他真的是自己的父皇 于是康熙就接着追问僧人出家的原因 僧人依旧不肯说出实情 随后就消失在了山中 这位僧人真的是康熙的老爸吗 答案是no 顺志出家这件事 咱还得拿史实说话 首先前边说 顺志出家的想法并不假 但是有了出家的动机 并不等于他就有了出家的事实 在董阿飞病逝后 顺志确实崩溃到了极点 伤心欲绝的他也许开始了出家的准备 最重要的就是他要从儿子中选择一位来继承皇位 以免国家乱了套 可就在他愁眉苦脸的时候 他就突然染上了天花 在当时这种病基本是无解的 想要康复纯属就是天命了 当时正好是董阿飞去世的第六个月 对于顺志来说 自己已经是一只脚迈进棺材里了 所以就散布了自己驾崩的消息 令顺志更害怕的是 天花很有可能会遗传给自己的后代 那样的话 哪一位皇帝都不会偿命 但是康熙就不一样了 他就像是天命所选 因为在康熙小时候得过天花 并且奇迹的康复了 这种病只要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了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 康熙继承了皇位 顺志十八年 顺志皇帝驾崩 弗林最终也没有完成出家的愿望 而是生命止步于天花 虽然至今为止 史书中并没有明确地给出顺志的死因 但从侧面的诸多资料中 可以分析出顺志是死于天花 好了 对于顺志出家的事情 你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